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把生命纪第一章 从三十四节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 一起来领修 这段经文记载了百姓当年一些重要的事迹 我们先来看从三十四节的经文 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 就发露启示说 这二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 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主的美帝 唯有耶佛黎的儿子迦勒必得看见 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 因为他专心跟从我 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露 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 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 他必得进入那地 你要勉励他 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 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 就是你们所说 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 必进入那地 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 他们必得伟业 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这是摩西追溯 当年探子派出去看完那块美帝回报 但是却不敢向上继续前行 要进入应许之地得来的结果了 那么神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了 只有迦勒和约书亚带领更年轻的世代 才有机会进去 连摩西都没有机会进去 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功课 其实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什么呢 人要凭信得神的基业 得基业是盟约一个重要的信念 因为遵守神的话 那么这里也讲到了 要听不只是听 而是听从神的话语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够得神的赏赐 得神给我们的基业 以色列那一代的人却没有信心 去领受这美好的基业 之后后面的经文继续讲到 百姓后来就后悔了 他说那这样子我们就去吧 去吧去吧 去吧去吧去吧 不是凭人的意思 是神给我们我们去 这个时候神知道他们要去要去 但是却没有预备好要打仗的 所以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就失败了 这给我们看见 其实属灵的路上不能凭自己的冲动 不能凭自己的感觉 而是要凭神话语的光照 以及他应许的指引 这就是云柱火柱的重要性 神话语的指引成为我们人生应该如何行的指标 好像指南针一样指出一个方向 人凭着自己的冲动 常常就经历了失败 就好像那一群以色列人一样 今天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提醒 第一 神应许的我们要掌握 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凭信心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呢 凭信心往前走 神话语的光照成为我们的云柱火柱 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 什么时候应该行 第二 人要把握机会 神给我们机会的时候要把握住 不然人凭着自己的心意和行动 常常得不到好的结果 愿主光照我们 让我们不凭己意 但是听神的话语和指引 人生走在主的引导里面 因此得神的基业 得神的应许 愿神祝福你 平安 各位看了今天的内容 若是你喜欢 欢迎你回应 欢迎你介绍给你的朋友 一起分享 更欢迎你按上小铃铛 并且订阅 使得我们可以继续保持主理的交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